我们现在是打工 摆这个共享单车 我是从事事外方面的一个律师 我是软件行业 我就职于保险行业 因为我是刚毕业两年 然后其实我现在一直在领的是 国家发放的住房补贴 我觉得对我的生活 其实还是有一定减轻压力的 跟我同期毕业的这些同学们 都找到了工作 我平常关注新能源汽车比较多 就觉得我们国家对人工智能领域 已经发展得特别的快了 尤其是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 未来科技创新是实现我国 现大化工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现在大伙都挺忙的 现在只要你肯干活他就饭吃 我认为关键词就是稳就业 关键是国家其实情大了 对就业机会也多了 有政策扶持 大伙们都有事干了 只要是能够稳就业 我们就应该生活得更好 银化经济 有我的同事 他们现在就开始为自己养老做储蓄 然后一方面是储蓄 还有其他的资产的相关配置 保险的话也是购买相关的 像养老金产品等等的 科技创新吧 因为以前都是通过传统的这种互联网 2024年可能会掀起一场云的革命之类的 我觉得就可能很多的传统企业 可能会有一些上云的计划 很多工作都已经非常期待 数字化转型这一块 很多的传统企业都期待着 就是能通过科技创新 能更上一个台阶 也是一次数字化的革命 对外开放一些国央企 或者说是一些投融资方面 业务的走出去 然后这个规模呢 也进一步的扩大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 能够在一些 就是国央企 能够再走出去的同时 能够减少海外投资 和海外项目的一些风险 我关注的是新型消费 因为我还是比较年轻嘛 所以说 我还是期望着多出去走一走 国家在这方面加大投入的话 我出去旅游的时候体验啊 可能也会更好 这个各地也可能会 这个丰富一下自己的建设嘛 这个工作会议 对于我们这个保险行业来讲 是一个利好 因为它也是推动了 未来这个银发经济的发展 也是让大家为自己的 以未来的养老储蓄啊 保险啊等等 做相关的准备 我希望能够就是加大 这个老年人养老社区 然后包括一些相关的配套的 这个居家养护等等 这相关的政策 这方面我认为 就是还是有非常大发展潜力的 我觉得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 在国家这个产业政策的扶持下面 还有那个公众对他们的关注度 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现实的消费领域 我相信我们未来的那个 科技产品的创新 都会越来越走向世界的前列 2024年这个对外开放脚步 我觉得应该稳中有进 步伐可以加速的更快一些 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的话 可以使得他们在境外 可以比如说获得一个 很好的一个投资回报 然后跟当地的企业 跟我国的企业 做好一个样板 可以激励更多的优质企业走出去 希望国家发展越来越好 越来越行大 我们生活才能越好 越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